到了我最爱的部门 每次来Hofus真的要逛好久好久好久 面包对Brioche 这边也可以买得到各式各样的面包 要跟你说一下他们这边的咖啡很不错 所以如果来一定要尝试一下 面包可以买 但是这种甜点类的我真的就 这边的蛋糕跟菜我都不推荐 因为非常传统那种法式口感 所以都会觉得比较甜你们懂的 然后这边是熟食区 因为现在所以它全部都没有摆出来了 都是这种包好一份份的 之前中午的话我们很喜欢来这边吃个午餐 现在跟我闺蜜经常约吃饭 我们就约来Hofus吃饭 然后在这上面吃完顺便再逛一下 因为这家Hofus它那边其实是有吧台的 以前他们经常会弄一些活动 然后会有那种品酒会 各种活动在这上面举行 然后旁边就是卖酒的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它都是可以试吃的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买哪一种的话 你可以先让它弄一点点给你吃一下试一下 然后再选择 你们猜猜我喜欢的芝士是哪一种 不告诉你 这两款的话这一款会更软一点点 猜猜我喜欢的是啥 芝士过后就是酒的部门 来这边逛酒真的是超爽 你们看到很多你们喜欢的酒 这边真的是很值得来淘酒的一个地方 非常推荐 他们家酒的种类比吹的酒要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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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其实我自己最开始是只逛Hofus的 后来是被我闺蜜中炒了吹的酒 有那么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 只有吹的酒才有的 而且我跟你们说 他们家有很多酒 就是7块99 8块99的都超好喝 其实不是说贵的才好喝 它又在打折 他们没有冰酒了 然后他们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冰酒在这边了 然后这个的话呢 跟冰酒的口感有一点点像 其实还有很多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我反正每次来都会找一瓶不一样的 买回家试一下 说啥来着 我要的都在打折 都不太会喝酒的 我也很推荐你们这个 就是平时大家朋友在家稍微chill一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真的超赞 因为它不会太烈 然后不会太浓 然后就是大家都能喝 酱料去带你们看看有什么 这个牌子的果酱推荐给你们看 是有带那种果肉的 非常浓郁的口感 一次用一点点就够了 然后有很多种口味 喜欢什么选什么 我自己比较推荐这个蓝莓的 peach桃子 然后草莓酱是肯定要有的 有没有 香草夹 新鲜香草夹 买它 面粉的话我最推荐是这个牌子的 认准这个老爷爷 有没有很可爱可敬 他们家的面粉有非常多的选择 你们需要什么就买什么 然后这一款的话呢 是organic的 然后King Arthur家的 这一个也不错 也推给你们 买蜂蜜的话 请认准它 它会让你们感受到 什么是花一样的蜂蜜 Blue Bottle都不陌生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 我更推荐的是 它有没有 Stump Town Stump Town 我觉得比Blue Bottle 好太多太多太多了 然后这家店真的超级酷的 然后也是一家 很充满回忆的店 就我跟我闺蜜以前很喜欢去这家店 好这边有各种Stump 大家可以买回家去煮菜 买鸡汤煮白菜 如果你们要买牛的Stump 我就狂推这一个给你们 请买它 好下一个 这个推荐给你们 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 好吃的一道小菜哈 就是把它拿出来 摆在盘子里面 然后把那个一片片的芝士 撕一点点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再加上一点Salsa在上面 然后根据你们微博炉的情况 放进微博炉里面 叮三十秒到一分钟 拿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刚刚好 好好吃 就那个芝士刚好溶掉 然后跟Salsa一起 哦太完美了 这你平时开party啊 或者朋友来家里的时候 这一道菜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哇重点的来咯 这个是一定一定一定要买的 Elder Flower Nemanate 你们知道吗 我第一次喝到它 是非常非常难预约的 英式下午茶店里面喝到的 然后他们那边也正好有卖这个的嘛 然后我当时就买了 然后是那种一大瓶的 就像酒瓶那种一大瓶的 后来我发现 Who Foods居然也有的卖 我说了啥 我今天来真的全部都是在打折 给你们拍视频的日子 永远都在打折 所以我还不赶紧关注点赞 真的这个一定一定要买 超好喝 这两款对比的话 我自己是偏好喝这个玫瑰的 一定要买它 各种各样的鸡肉 需要什么买什么就可以了 这个很好吃 然后我想说的是 Costco也有了 这个也很好吃 然后我喜欢吃Hallopeno的 然后我想说的是 Costco也有了 看来今天他们在专门的推销这个呢 然后这个也很好吃 我想说的是 Costco好像也还是有了 所以下一次 如果我做Costco特辑 我就说大家去看一下 Whole Foods吧 就结束了是吗 好了 这个Costco没有 来给你们推荐一款狗粮 虽然这里是猫粮哈 是因为我没有养过猫 所以没什么发言圈 但你们认准这个牌子 Wellness 他们家的狗粮真的很不错 它有一家店是专门卖各式各样有机的狗粮的店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下一次带你们去逛那家店给你们推荐一下 我以前养狗的时候 我们家狗小时候吃的就是Wellness这个牌子的 这些尿布虽然放在Whole Foods里面 而且它是什么环境友好的尿布 但是使用上面来说的话呢 真的就 到时候尿布专辑给你们详细讲解 这种电解制水除了给孩子喝 或者说大人喝之外 其实还可以给宠物喝 不给宠物喝的话 你们一定要买没有口味的 就是原味的那种没有任何水果味道的 有的时候其实宠物也会就是拉肚子 或者是脱水的状态 就可以给它喝一点点 我以前养狗的时候 时不时也会给我们家狗喝一点 这种电解制水 终于找到了它 这块橄榄油非常推荐给你们 用来蘸面包吃真的太适合了 有的橄榄油真的是那种油味 或者说那种感觉啊 有点过就是很难受吃起来 但是它真的就是刚刚好 一切都是perfect 终于到了我最爱的肉居 都说在Whole Foods买肉 其实是一种享受 真的 只有这个地方我觉得买肉是一种享受 别的地方我买肉都觉得 我要赶紧离开 买完就走 它们家的牛肉都是有分等级的 所以非常清楚 你可以知道你买的牛肉是什么等级的 这就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它们家的肉真的就是最好的选择 永远都是我的首选 肉眼就能感受到这个肉的肉质 以及新鲜度 这边是它们的羊肉 它们家羊肉真的就是香的 真的不一样 因为羊一般都会很骚嘛 你就不太说得了那种羊味很重的 但它们家的羊肉真的就是香 鸡蛋鸡蛋乳制品类 牌子鸡蛋是我比较推介给你们的 它的蛋黄真的是比较黄的那一种 早餐用来煎面包 自己煎牛排的话 我非常推介这一款黄油 然后它还有那个就是无眼 这个牌子的黄油也狂推给你们很多米其林店 以及Find Dining Restaurant 还有很多这边出名的一些 Bakery店全部都是用的这个牌子的黄油 牛奶的话我是推介这个牌子的 然后它们家真的是吃草牛的牛奶是真的不一样 营养成分是真的高很多 然后我反而推介大家买全纸牛奶 就如果大家是给小孩子喝的话 我推介买全纸的 你们想要真正从牛奶中获得很多的 Omega 3啊 或很多的这些营养成分的话 全纸的是原米这种低纸的营养成分 要包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有一个很好喝的玻璃罐的牛奶 就是跟这个罐子长得很像的那个牛奶 然后今天没有看到 等一下贴个图给你们 那个如果你们看到可以买 喝完之后你们可以去他们专门卖的地方去退瓶子 那一个奶真的超赞 尤其是把纯牛奶跟巧克力奶对一下 口感真的绝了 Otly是他们家的网红夜卖饮品了 但是我其实更加喜欢Trade Joe的那一个 因为我觉得那一个的味道更加淡一点点 City跟Nosa比较的话 我更喜欢喝Nosa的酸奶 就是他们家的这款Pan yogurt 我很推介给你们 如果你们想要做甜点的话 买它绝对没错 但是如果平时你们自己吃的话 虽然它是完全没有脂肪的 但是呢说实话啊 它的口感你们试过就知道 因为Pan yogurt真的不是很好吃 然后Tropani他们家的酸奶 是会比较偏甜一点点的 然后这一款它的百香果是最好吃的 如果你们喜欢吃百香果 或喜欢那种酸甜酸甜的口感 一定要选它 Tropani家的酸奶真的是吃了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吃力的 他们家的应该都不需要我再介绍了 真的是超好吃 这个酸奶也给你们推介一下 说真的 Whole Foods家所有酸奶 我基本上都吃过了 这个它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有网红口味 有没有 菠萝 菠萝跟椰子的结合 然后它里面是有真实果肉的 然后这一款的话 它是用纯牛奶做的 然后它当然了 它还有其他的口味 但我自己觉得 这一个是比较特别的 就别的品牌没有的口味 还有一个香草菠丁 很好吃一定要给你们推荐 但是今天没有看到 我把之前的视频贴过来吧 给你们放个图片 真的一定要买香草的 喜欢香草的一定要买这个布丁 大罐装的很好吃 当然Jerry的冰淇淋很出名 对不对 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很一般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竞争对手们都太强大了 让我一一给你们介绍 我爱的冰淇淋 这个是那个燕麦他们家出的冰淇淋 他们家的冰淇淋真的很好吃 然后是那种法式冰淇淋 最推荐的口味 就是这一个伯爵茶的 然后其他的话呢 还有Honeycomb也不错 一定要买他们家的伯爵茶 这个口味的 对了 他们家还有专门出给素食主义酒的冰淇淋哦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爱吃的冰淇淋 就是它 这个真的是王炸 一定要买这个口味 Seas or Caramel 这个海盐焦糖味 真的好好吃 记住不要吃太多 一次就吃一点 就是你们先用勺子瓦 一小口在嘴巴里面 让它慢慢的融化 然后接下来你就会想要吃第二口 第三口 第四口 第五口 天哪 真的是停不下来 很恐怖 这个东西 圣脉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不要忘了关注点赞评论哦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鲜花部门 哇 今天有这种弄好的花 好漂亮